第一个先看你的角膜的厚度 你的度数如果越深的话 你所需要切割掉角膜的厚度就会越多 所以如果你本身角膜厚度比较厚的话 你就越有本钱可以去矫正更多的度数 那当然如果你是度数很少的话 那就比较不会受到限制 也要看你的角膜是不是有一些不规则的闪光 或是高阶的相差 这部分的话可能就必须要用一些比较进阶的 像是前导波的检查医 然后去做更精准的镭射治疗 另外的话就是有些人通孔比较大 尤其是夜间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炫光的情形 这样子的病人的话可能就要选择 雷射治疗范围比较大的方式去做雷射手术 可以避免它产生夜间炫光的问题 一般的话譬如说病人有一些节地组织的疾病 像是风湿免疫的疾病 红斑性狼腸之类的 这些都不太适合去做 因为我们的角膜其实就是一种 胶原蛋白组织构成的结构 所以当你的节地组织有问题的时候 就不建议你去做角膜的雷射手术 以避免我们的角膜会产生病变 那接下来就是像是糖尿病控制很差的 它的上皮愈合会很慢 这个也不适合 那病人如果有一些圆椎角膜的可能性 也不能去做手术 怕切割完以后 它的角膜就会往外凸出来 造成它结构的不稳定 那另外还有一些像是甲状腺眼疾 或是它的眼睛正有一些急性的发炎 譬如说葡萄膜炎 眼周有感染的状况 这些都不能去做手术 那如果病人有青光炎 或是一些视网膜疾病 可能也要经过妥善的治疗 以后再来评估 老花的话 我们可以让它矫正近视的同时 也许选择单只眼 非主力的那只眼 留一点点度数 可以增加它看东西的景深 反而会对它的老花的症状有所帮助 也许选择 对它来评似的那只眼 也许选择